DID 1-12 車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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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和大家極速開箱就是 DID 1-12 我叫天女地 想參加武田純義的 村中島戰役裏的 長矛兵 這兩款價錢都是比較 嚴價 比平常武漲的貨 便宜很多 當然了,簡化了 希望我出現更嚴價版的 好事 值得更多 其實很多方式可以做到 不同的質量 但有時都要走回市場的需要 性格比 有個人因素 這個其實 長矛是金屬的 劍也是用金屬的 劍也是用金屬的 是金屬的 跟之前的一比十年武演出一樣 頭盔和規格 大部份都是PVC 膠 這個規格比較特別 是用一些 制衣技場做的 可以和大家披露 但我知道是甚麼來的 放進去簡化一點 大作一個武士兵 齊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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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齊 例如每次加上是途滋 一守得更加用途 一基本1-12的关節 可動 detached 有個頭雕比較辛苦 用力的姿勢 這種感覺是不錯的 這些在現場上都不會笑起來 大部份都有報件的 不是全膠現障 你看得到的報件的地方都是報件 而這個我就叫普通的武士規格 簡化一點 就用了一塊戰衣 釘了不同的金屬片 知道對面也見過有類似比較低等的武士 例如我們玩的產品少見一點 當然專家們如果知道是個人的資訊 可以和我補充一下 總之整個就是DID 基本上是縮了比錄 還有部件 還有膠件 金屬劍 金屬帽 其他區域都有膠 身上部件多 關節可動一樣 全部齊齊齊齊 其實還有三對手 即是一對掌銘手 掌劍手 同樣是一對鬆弛的手 其他部件應該就沒有了 那些矛呢 不知道叫做激 我都不認識 那些矛呢 即是我們試馬激 是不是 有兩個矛頭的 有一支呢 就是直的 都是金屬的 另外一個矛頭呢 就是有像直激 就是多一個部份出來 勾住這些東西 或者叫做 拉跌對方的馬 或者人的腳 後面這裏有個 矛的尾 其實這部份和前後部份都是拆出來的 好 馬上看看武田軍 好 原來兩個樣子真的不同 初初是一樣 因為這一個嘴呢 合起來的 這個嘴上橙跟黑色的一對耳氣棒 然後兩個樣子都不同 初初看就像Low Body 但原來都有點不同 基本上來頭都不一樣 其實劉森呢 它跟頭盔都不同 這個頭盔是原頂的 那個頭盔是尖頂的 應該有一個獨特的名字 那我稍微查一下資訊先 這個紅色 武田軍的標誌 其實規格的設計基本上大同小儀 頭盔是不同 軍旗當然跟他們自己的標準 其實就等了很久 無論是一比六好一比六好 就出了武士可以插這支棋仔 在電視劇 電影裏面見到多千軍萬馬 那些前線的軍隊有武士 衝鋒 什麼之棋 很有型 氣勢很廣博 就是棋一來以色別 二來真的氣勢好些 這個動作呢 我就換了一支武擊的長矛 在天宇隊裡面 電影裏面 就有一支場幕 講千中島戰營 那些長矛兵在前線就用這些長擊 長矛 護刺對方 當時看起來都很震撼 因為幾百人看什麼會護刺 一來馬軍 騎兵當然不會粗魂 但他們這場鬥刺都很震撼 其實初初看起來好像不太明白 但後來看一些歷史考證書 其實古希臘 羅馬那時候都用長矛兵 都用這種方式去做 古希臘 尤其是出名的就是那些方陣 都是拿一支差不多十多尺長的長矛 去造成了方陣 其實蠻無敵的 因為一層層有盾牌 其實蠻難攻陷這些方陣的 日本就沒有了 但可能全世界 無論是中國 日本都會有長矛 長擊的使用 其實多兩個品牌在一起 蠻有趣的 這裡我就不會拍得這麼帥 純粹跟大家開箱先看看實物是怎樣 顏色不同 盔甲 戒指出樣 頭雕和頭盔都不相同 尖銅和矛 基本上相同 但它們都配色 黑色和紅色 如果擺放一個戰陣來說 都蠻壯觀的 好了 這個就是最速和最快 最簡單的開箱給大家 第一時間可以理解這隻 剛剛新鮮出爐 我想全世界都沒有頻出過的 尤其是DI-D5精湛的工廠 去做的一個1比12的 日本這個 前線武將 或者我們叫低等 日本通常叫下級武士 那些比較少出的 這些我們砌一會兒 好 回想看 拜拜 MING PAO CANADA 聯絡